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简软厨房 我是Maphis 我是Vicky Vicky,未来努力新年有什么活动呢? 当然要和家人拜年 那就对了,不如今天教制健康新年菜 陪大家一起过年 好,马上开始了 今天教大家制的新年菜 有鸡有猪,还加了营养食材 健康又好吃 首先教大家制芝麻葱油鸡 用白锅煎香白芝麻 加入葱碎、姜蓉 搅点滚油 再加少许盐和鸡粉拌均 就变成大家都在家吃到的葱油了 接着就将冰鲜鸡用鸡粉 由内至外醃一醃 轻轻拍一拍姜片和蒜头 連葱一起放入鸡里面 大火蒸30分钟 等鸡冷凍之后就可以斩绞 最后撒一点芝麻 淋回之前预备好的葱油就完成了 哇,看起来好像好吃 蒸是比较低脂的做法 煮出来的鸡滑点又健康点 再加上芝麻、葱油 还可以带出鲜味 接着就到我教大家 做莲芝麻葱炖豬手了 再加上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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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按下芝麻